来看看一生一世美人谷吧 作者是莫保飞保 蝎子只见皮像未见古像 雨水稀稀利利的 把西安弄得如同烟雨江南 明明是三秦大帝 却已不见长安古城 时宜靠在窗边 看车窗外 刚才掠过的 对掠过的路牌 你想要吃什么 身边的红小玉 笑着将叠成小叠子的地图 散开 用手机边翻着美食攻略 边规划下塔后的路线 先把你的采访搞完吧 时宜笑着提醒他 三人下了车 绕过安静的街 三转数个错落的平方 终于找到了地方 开门的是个很年轻的女孩 只有二十岁出头的模样 而红小玉的采访会像就是这个女孩的老公 一个 憨憨厚厚厚的男人 几个人进门后 夫妻俩都有些羞涩 招呼着时宜他们坐下 不用紧张 就像随便闲聊 小玉笑的和善 示意男人坐在自己面前 阴雨天 房间很暗 只有黄澄澄的一盏灯 放在被访者和受访者之间 在一问一答的访谈中 时宜渐渐了解这样一个故事 面前的男人来自非常贫困的地方 勤劳数年 赚了些钱后 却一分不留 投资到家乡的教育 帮助比他更穷的家庭 没有家产 没有房子 是个人格高赏 而这个故事之所以吸引媒体 却是因为他的小妻子 面前这个面目气秀的女孩子 是个大学毕业生 也是这个男人的同乡 只因在报道中看到了他的故事 就找到他 然后嫁给他 故事的前半段很感人 但后半段才是真出人意料 因雨天 这房间里又没有什么取暖设备 时宜和洪小玉始终坐着 早已手脚冰冷 幸好采访已到结尾 最后洪小玉终于转向那个姑娘 按照普通人的标准 你丈夫真不算好归宿 你们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 那姑娘笑笑 看了眼男人 我们都有赚钱的能力 身体也健康 等过两年回家后 一定会过很好的生活 而且姑娘低声笑毁 我不怕她做任何伤害我的事 她是好人 小妻子 的话为今天的采访收了尾 工作结束 他们就进去了 你家 泡膜 非常小的店面 人挨人 环境 吵杂 却生意格外好 时宜边吃边看四周 竟没有 竟发现还有人捧着碗 站在一旁边用手 掰 磨 天耐心等着有人空座位 红小玉也有样学样 掰了块磨 看今天的采访 有没有什么特别感触的话 时宜吃的笑了声 是不是想写博客 缺语言 主女人 敬小玉 撇了她一眼 快说 时宜喝了口汤 想了会儿 才说 世人大多眼孔 浅 点子见 提相 未见 不相 只有小姑娘 很少见 能一眼看到 这个男人的本质 红小玉 吴勒生 这话听着有味道 我喜欢 他往汤里加了辣 忽然想到了什么 你昨天说 那个在广州机场认识的什么研究员 这几天也在西安 时宜嘴里还含着东西 吴勒生 他的大学 最近在和中院 中科院做项目交流 在这里出差 说实话 我看不出那个人有多特别 长得也普普通通 没想到你竟然只能去认识他 红小玉笑嘻嘻看他 这就是所谓的看对眼了 他翻着眼睛 丑了红小玉一眼 我只是想认识他 没有任何不良起步 话未说完 肩上微微一沉 搭上了只男人的手 红小玉顺着那只很漂亮的手 看上去 不仅暗暗笑起来 真是巧啊 来个正是两人谈论的人 这个男人眉宇间书卷气皮笼 面容普通 说不上难看 却是过目寄望 他穿着实验室内通用的白大褂 却没有系上纽扣 只是这么 敞开着露出里边的衬衫和长裤 非常简洁 没有任何不妥 就是和周围的环境一步搭 一步搭掉 时宜则含着口汤 傻愣愣看着他 他很固执地觉得 他这样的容貌非常好 不会有太多的攻击性 除了在书卷气中 有浅浅的距离感外 这张脸真的是再好不过 再舒服不过 他不紧不慢地收回手 坐下来 把手腕搭在桌子边沿 说好巧 话言未落 就对老板轻轻招了招手 世人大多眼孔 浅显 只见提相 未见底相 带老板硬了身 他这才又去看时宜 这话不错 我们先讲到这里 等一下 下一张 我们才下一个影片见吧